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除了这些失禁用品之外 市面上亦都推出了很多有作长者如此的产品 不单只可以减少他们失禁的问题 还可以减轻回照顾者的压力 这么紧 过来看看 需要什么我说 来 我们一起看影片 嗯 好啊 智能尿片 有尿湿感应 在尿湿的时候夹在尿片上面的感应器 就会发出讯号去到警报灯提醒换片 有助照顾者知道长者濕片的情况 及及时处理 亦都不需要经常打扰长者去观察他有没有濕片 便攜式坐翅扶手 长者如刺的时候更加容易从坐翅坐下 起床 转移及保持坐姿 他的手柄可以提起 以方便转移 手柄亦都可以调整前后位置 配合使用者的手位需要 亦都可以调调扶手高度 按照不需要任何工具 方便快捷 坐翅起立辅助器 在扶手上面的按钮 可以控制坐翅板的升降 令到下肢力量不足的人士更加容易从坐翅站立 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亦都令到使用者更加独立 他的手柄可以提起 以方便转移 亦都可以调调扶手的高度 去配合使用者的需要 有绿的淋浴便宜 方便转移长者去到浴室如刺 及进行清洁 亦都可以放在床边 方便长者晚间如刺 减低跌倒的风险 还设有U型的开口 方便使用者清洁下身 及在鱼刺时使用 还配备活动式扶手方便转移 而脚踏板可以作承托脚步之用 以免使用者因为被拖行而受伤 它还有转座墊 方便转移时乘坐及确保卫生 亦都设有把手 及可以上锁的车轮 等照顾者可以安全又轻松地 将使用者移到浴室进行清洁或预刺 摘叠式淋浴椅 方便照顾者帮体药的长者冲洗下身 它的U型槽设计方便冲洗 亦都可以调整座位的高度 配合使用者的需要 它的摘叠设计易于储存 手柄可以提起 亦都方便转移 便攜式预防失禁装置 它可以监测膀 预知需要如刺的时间 及早协助长者去洗手间 减少失禁的情况 它是一个飞入侵蚀的装置 可以监测膀的尿液容量 预计如刺的时间 并且发送提醒通知 它还可以记录护理活动 和分析排料时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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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